保护单位里面的是禁止吸烟的 咱们有抽烟的朋友呢 咱们稍微坚持一下 出门以后呢 咱们再那个抽 感谢大家的配合 成一四呢 它是明代郑德皇帝的行宫 始建于郑德五年 1510年 落成于郑德八年 1513年 自建设以来呢 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 从而形成了三部之谜 那三部之谜呢 是不开庙门 不受香火 不受道场 成一四啊 它被称为北京最神秘的一座寺庙了 同时呢 它也被称为千年古叉 为什么一座明代的寺庙 会称为千年古叉呢 是因为早在唐代武德年间 这里就有庙基存在了 但当时呢 不是成一四 明代正德年间 明武宗周朱赵 下令重修 定次名成 取其义 重天英德 所以来到这里的朋友呢 我们都是有纪元的 大家重重重重天英德 成一四 除了三部之谜呢 还有五月之说 门口两边呢 有一堆保存完整的石头 这一堆石头呢 它叫上马石 那为什么是两块呢 一块是上马石 一块是下马石 这个官员对这个下马石 比较忌论的 所以呢 就比上马石这说 上马石上呢 依旧保留着道三角的顶段文式 顶段文式下面呢 还挂了一个圆形的前币文式 有什么寓意呢 就是马上先推 一举之高 大家一上台阶呢 看到了这个建筑呢 就是团队的三名店了 三名店正宫呢 也是悬购了一块 蓝井金字的牌匾 上面写着赤字 传言赤字 赤字的寓意呢 就是皇帝金字下令 修建了一座资料 它是蓝井金 蓝井金字 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金字招牌 这个门口两边呢 还有块多大的石头 它叫旗干石 过去呢 是驾驶旗干用的 也是象征着 聪明 荣誉 权利和地位 这个天天八爵博物馆呢 它是金人水晶市文物局备案 水晶市民盛局水晶的 第一家建立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当局 当中的非宜博物馆 也是石井山区第一家 非国有制的博物馆 门口呢 也是拳过了一块 这个鸡的招牌啊 这是采用了 这个八爵之一的金漆乡线 修饰机制作而成 尤其是这几个金字 是24块纯金 永不褪色 好了 咱们门口看完呢 现在那盯着我呢 咱们就到里面去看一下 一会儿进门之前呢 咱们把门票出示一下 我看一门票 山地呢 约2万平米 大家一进来这一坡 这是它的第一进院路 这个院路呢 一进来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十棵古树 这十棵古树呢 它叫护法松 它这个种植方法 非常的讲究 大家可以仔细看下 有什么讲究呢 它采取了一个前六 后四的一个种植方法 就是前边种了六棵 后边种了四棵 据风水师讲 这是《易经》当中的 六十四宝之一 它叫雷水碱 这个画像呢 它是对内聚灵器 对外挡煞器 又因为成一色的庙门呢 五百多年未开 灵器呢 也是一直没有外泄 叫谁来谁获益 看完这十棵古树啊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 看到了这个旁边这个 脚上这个建筑呢 是石头砌城的碉楼 它也是五绝之一 成一色呢 共有四座 在四个脚上 各有一座 相传呢 这四座碉楼之下 有力道相通 具有一定的军事防御作用 它是一座两层建筑 上面呢 有窗 这过去呢 就是占有框树 用来观望用的一个建筑 这个明代什么盛行啊 就是这个东厂西厂 还有这个锦衣卫指挥使 这也是这个 作为他们后来 一个秘密的办公据点 这座碉楼 神奇的地方在哪呢 在正宗呢 它长出了一个国怀 神怀参天 知凡叶茂 现在这个怀树呢 也是二级古树了 它是先有的碉楼 后有的树 在一般的寺庙当中啊 这个中 这个碉楼的位置 是建中古楼的 它在这儿呢 建了碉楼 这也是成一寺建筑的 一大特色 成一寺的中古楼呢 是在这个前方面的两边 道庄有处体格 东边呢 是中楼 西边呢 是古楼 成一中 木古 中古楼呢 它在过去呢 就是用于 报数用的一个建筑 它上面呢 四面有门 门打开以后呢 是挂着钟 或者是设着鼓的 到了一定时辰以后呢 就是敲钟 几古用的一个建筑 这个咱们靠这儿呢 咱们再继续向离 成一寺呢 除了三寺林和五爵呢 还有班高之说 达班高 这个比较漂亮的一个建筑 一年四季街风景 大家一进了以后 同样看到了四棵古银杏树 这个银杏树呢 都是一级鼓树了 这个银杏树啊 它也叫百果树 取其结因 由百年收成正果之意 再也被称为呢 华梅圣树 受这个银杏地云影响 这个北方寺庙呢 大多数中呢 都是这个银杏树 而南方寺庙呢 大多数中呢 都是符极树 最东面这两棵呢 我们称到为 符极树 也称为信符树 为什么称为符极树呢 因为它是两棵 一棵呢 是雄树 一棵瓷树 雄树呢 偎岸紧拔 这树呢 尤其是到了秋天 错过雷雷 旁边这三棵呢 是子母树 为什么称为子母树呢 你看它中间呢 一棵大树 旁边呢 又自然参严了 几个小树 就是玉育着有次边缘 这个院后 一年四季接风景 这个春天呢 树发芽的时候呢 是俄黄浅绿 秋天呢 这个布城地上 一片金黄 特别的漂亮啊 刚才呢 讲到了这个 咱们深过这个建筑呢 就是陈一世的这个天王殿 天王殿呢 以前共共的 司法天王和弥罗佛 陈一世各个店内 供奉的佛像 有着七十吨 但是文革破四季的时候 已经全都毁掉了 非常可惜 陈一世的壁画呢 就在咱们天王殿里 作为展示 但是出于保护原因 破坏的比较严重当时 那个没有对外开放 大家可能比较好奇了 这个佛像就破坏掉了 这个壁画 为什么能保存呢 陈一世过去呢 也是作为摄影厂的工学 这个教室和宿舍 用过一个时间 破四季的时候呢 这个老师跟学生 为了保护这个壁画 在墙上呢 也是粘贴了各种报纸 跟纸张 他也幸免于难 但是到后期啊 这个纸张往下扯的时候呢 也是缺少经验 好多彩绘呢 也都粘掉了 露出他这个墙的底色来了 非常可惜 陈一世的壁画呢 发掖的壁画呢 都是明代中期的作品 它比发掖的晚了七十多年 但是工艺都是一样 都是工程画派 都是属于利品贴金工艺 这个利品贴金工艺 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它比较怕光 一有光呢 咬画的特别厉害 不过咱们到大面呢 两边呢 有两幅白苗头 大家可以简单的欣赏一下 好咱们继续呢 跟着我继续向前 这是这个上升级五轮年代 一期相信 古致古宫的穿游平荒 这张平荒呢 通通于搬扇 搬扇风景 用天安的玉石 相向白绿五条龙 创作于这个小云之间 这张平荒呢 也是显得非常的大喜 其实也是非常宏伟 中间这块板呢 上的是五条龙 两边这两边呢 都有两条龙 这张平荒呢 在一四年的时候 也是被交到了故宫的 这个被交到了水利康 在水利康呢 作为展成 建设了中美农党人的一条会部 当时呢 是咱们的习主席 并这个美国总统 这个包包马的一条会部 这个平荒前面呢 就是复制故宫 台客店的华丁部宝座了 它在一比一比复制的 唯一的区别呢 台客店的是金色的 这呢 没有上色 两边呢 就是景泰安的醉品和鲜鹤 整体部剧呢 非常地大喜 具有黄牙共犯 来看完平荤呢 被电影后呢 独一地参与这个花圈 代表像这些作品 于西方 用中国的传统手工艺 来打造这个手包呢 也是相当于这种 东西合地 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除了手包以外呢 还有一个小的胸针 胸针呢 也是能继续发的一个原型 那是银台银金工艺 搭配了一条手卷 特别的精美大方 花色江线这个作品 最具代表性的是什么 就是用花的工艺 制作而成 看完这些东西呢 咱们再看一下 旁边这些东西 旁边这些东西呢 就是这个 鸡鸡江线作品 它叫 这一铜啊 作为胎体 形成这种形状 然后再用软的铜片 铜线 掐成各种花 焊接于这个铜台之上 最后呢 往里填通保隆钮 经过高温烧制 抛光打磨等于去形成的 它为什么叫景菜蓝呢 因为它盛行于 明代的景菜年间 当时的幼儿 也蓝色为主 所以称为景菜蓝 景菜蓝的工艺区呢 也是非常的反腐复杂 号称呢 108盗 这件作品呢 它是一只大羊 两边呢 搁在一只小羊 通体呢 宝像花 除了宝像花以外呢 还有花线过海 八个神仙 手中的画器 大家可以仔细看 上面呢 有涂扇鱼谷 花红宝剑 在上面都有展示 我们称它为 暗八仙 这个看完身上呢 再看下这个羊的鸡脚 羊的鸡脚也是非常漂亮 上面呢 有玛瑙 有绿松石 这个看完鸡脚呢 再看下羊的脑袋 羊的脑袋上呢 还有一个卦象 有个什么卦象呢 有一个钛卦 这件作品呢 它叫三羊开钛 为什么叫三羊开钛 因为它图顶上呢 它做了一个钛卦 钛卦呢 就是安定相合的一个寓意了 看完钛卦呢 再看下这个 这件作品呢 羊的眼睛 羊的眼睛呢 过去咱们都有句老话 说羊的眼睛没有精神 整天呢 给你没有睡醒似的 但是这呢 它是用的是猫眼石 用上猫眼石以后呢 这件作品呢 就非常的有精神 非常的传神 点睛之笔 恰到好复 看完钛卦用石料 相信了十八个罗汉 每个字当中呢 有九个罗汉 它是居于福寿二字之内 由于三十方言之间 尤其这是几位这个神 这个这个罗汉的面部表情 呈现了 非常的潇洒的挑逸 这个卦评呢 这也是传递了一个 非务方权的美好御计 看完赵瓶呢 在一个重点 看下这个宴廷 这个宴廷呢 也是清在超级眼前的 这个宴廷是干什么的呢 古时候 古时候认为皇子建筑啊 这样的点 如果在这个图台上 差不多前才有 现在包括这个警察 从来就来探索过 这就无论这种工具啊 以下来的工业 不让这个团团成的 比如说在图台上 就是这个 这个团团 这件的话 这个罗汉的 有个叛化 好 对眼上也是放了一个 你看 监修瓶 那个 皇后 这都是品牌的工艺 为什么 为了要改放 这也是取取一个协议 什么协议呢 叫 中生 零案 上这呢 在这一种 把他们调到 感兴的 六 这个牙刁了 这个下牙呢 它是石牙九空 里面呢 大多数都是空心的 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里边那个牙 最里边那个牙 它从粗的地方开始雕的时候呢 就是薄薄的雕了一层 它采取了一个潜伏雕的一个雕法 它怕一上来雕深了以后呢 里边是空心的 但是用牙架后品雕呢 就雕的比较深了 采用了一个路空雕了 它雕的是十八学士 牙雕最极致的工艺叫什么呢 叫牙雕套球 它是在一块牙上 雕一个球 球里边呢 又套了好多层 但是每层球呢 它都能转动 它叫鬼斧神功 这个下牙虽然没有展示 这个牙雕套球的工艺 但是上面老人钓鱼的鱼额一线 都展示的非常清楚 然后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下面这一个小的作品 这小的作品 这个黄黄泥呢 它也叫降降降黄蚕 黄黄泥呢 有什么特性啊 它这个木屋的这个油性啊 特别的特别的 丰富 然后里边的纹饰也是非常多 我们称它为鬼脸 也称为鬼眼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几把圈以后这个滑稽啊 这个里边的纹饰特别豐富 这个滑音呢 正宗呢 还摆上了一个随星雕 这个随星雕 大家可以远看 远看像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们能够看看 对 这个随星雕呢 这个远看特别像观音 特别像杨柳观音 尤其是说这个灯光 照下来左边那个影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影子 像不像观音 这样展示了一些这个焦气的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你看这里边呢 有这个双耳对瓶 也是焦气的 这个花案上面呢 就是摆放了一些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 这都是焦气的 它搭配的就是咱们的小叶子痰 跟大叶子痰的一些这个 这个一家具 这个这个大的花案呢 就是这个大叶子痰的 大叶子痰有什么特性啊 它这个颜色呢 比较浅 这个花案呢 看着比较大 看着比较并重 但是它周边这个花纹 景面 就画得非常好 看完这个大叶子痰呢 咱们看见小叶子痰 这个咱们说过这个 这个桥岸上放这个花印 它就是小叶子痰的 这个花印呢 它是另一个法相 它叫什么 有什么特性啊 咱们男同志啊 带手串都喜欢带小叶子痰的 好的手串里边有这个金香 有牛毛纹 这个盘树里边特别的漂亮 颜色呢 也是比较深